6家業者下個月底將獲得 陸路交通管理局頒發的執照 可在公共場所營運 無車莊共享腳踏車服務 這些業者管理的腳踏車數量 都必須在當局的要求範圍內 來看記者李萊玲的報導 在7家向陸路交通管理局 申請共享腳踏車營業執照的業者中 6家貨搬執照 其中Alfo、Mobike和SGBike 獲得全面營業執照 我們這一次申請的腳踏車數量是3000台 那我們也是很開心 也是拿到了3000台 來批准我們的執照 那現在我們在新加坡 大概有2200台SGBike 那我們目前的打算就是10月份 10月尾啦 我們會把多800台拉進來 這個許可證也附帶了許多條例和要求 我們的運營成本也會相應地大幅上升 所以我們迫不得已 也必須在價格上做些許的調整 隨行單車Anyview Grab Cycle和新進廠的奇奇志向 則申請到監管沙盒執照 這類執照專讓新進業者 或是在本地沒有經營記錄的業者申請 業者會先嘗試管理最多1000部腳踏車 從中吸取經驗 第七家業者G-Bikes 因為沒有達到申請要求而遭當局拒絕 有意另行申請執照提供共享腳踏車服務 或個人代步工具共享服務的業者 可在明年1月提出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